大家好,孝顺的方法很多,说法很多 不过到底要怎样做,要做多少才算孝顺 我从最没有难度的讲起 不需要很有钱很聪明都做得到,看自己要不要而已 凡事会增加父母烦恼的事都不做 就像逃学抽烟喝酒吸毒,赌博打架犯罪等等 做好这些其实就等于照顾好自己 因为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过得很好 如果给自己制造问题,就等于给父母制造问题 接下来的孝顺会比较难 就是怎样满足父母,怎样让父母开心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这首歌给小孩子唱是有原因的 因为长大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个妈妈都一样 所以要求不一样 而且不同年龄可以满足父母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这里就讲几个例子 小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不要顶嘴购把成绩考好 不过有些父母希望孩子努力就好 有些少几分就呱呱叫 长大了开始做工的时候就得懂得帮补家用 不过有些父母不会要孩子的钱 有些会每个月向你要钱 结婚后搬出去住了就要多早点时间回家 不过有些父母不需要你常常回家 有些要你一个星期回一次 有些不希望你搬出去 如果你的父母是属于要求高的 那你就要更加努力提升充实自己 才有能力给父母更多 孝顺最难的地方就是要长期 趁他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为他们着想 为他们减轻负担 而不是等到母亲戒父亲戒的时候才买几样东西给他们 还特地拍照上传怕全世界不知道 现在他们是父母 以后我们也会成为父母 而我们的孩子是有眼睛看的 想要自己的子女怎样对我们 我们就怎样对自己的父母 一个人只要懂得感恩 就会懂得珍惜父母的牺牲 就会懂得孝顺 妈妈为了我们省吃省用 但妈妈不锁 妈妈为了我们失去了许多睡眠 但妈妈不锁 妈妈为了我们失去了许多自由 但妈妈不锁 所以身为宝宝的我们 感谢妈妈的话 宝宝不可以不锁 谢谢所有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